男星《黄西田》出道50几年,参与了不少戏剧演出,大多时候都是剧里的甘草人物,因此观众对他也都毫不陌生。 而除了电视剧,他同时也跨足了电影和主持界,尤其是主持了17年的节目《草地状元》,更是必须要深入各地,找寻各行各业的状元,非常辛苦。 但是他的坚持与努力并没有白费,凭着亮眼的表现,终于夺下了金钟奖的最佳社区综艺主持人。 今天和大家讲讲黄西田的故事。 南台湾盛大英乐盛世,大港开唱,现场涌入4.5万人,由不老顽童黄西田,搭配青春无敌的女团AKB48 TeamTP,带来经典歌曲《梦你的梦》,与《放伴洗身区》等,首次来到年轻人的地方。 黄西田害羞表示,本来以为只是普通商演,没想到这么盛大,而且跟IKB48合作,就像跟自己的女儿们,觉得相当好玩。 黄西田逗趣表示,以为会有48个女孩一起合作,没想到只有6个,让她有点失望,在台上两方一起合作,放伴洗身区。 女孩们直言黄西田有教导如何秀气洗澡,并是犯男生与女生洗澡的差别,黄西田笑说,女生就是要可爱的洗澡,不能粗鲁,她解释,放伴的意思,有一种是家族遗产分了之后,父母亲交代兄弟间还是要互相帮忙,另一种就是两家人互相发洗帖的礼仪。 近来都致力于长青节目,草地状元,黄西田,也坦言其实一直以来,都有在唱庙会,婚礼唱歌,虽然有受到瘟疫影响,但过年前就有回温,她大方表示,舞台上的洗澡桥段,是我第一次表演,谈到这次表演相当成功,被台下鼓舞发新专辑以及演唱会,黄西田坦言,新专辑要有机会,找不同人合作会更好。 至于演唱会,黄西田坦道九年前在台中,高雄,台北开演唱会,都创下佳季,她谦虚表示,台中有三十台游览车上来,高雄则是互尬张惠妹,台北则创下一天唱两场的记录,虽然还想唱,但内容含阔唱歌,特技舞,短剧,她谈说,那很累。 黄西田已经过七十岁,被问到怎么维持体力,她直言,没有特别训练,她透露光是草地状元,一个礼拜就要出三天外景,还要从早到晚,唯一有做的就是喝滴鸡精,我觉得有效,元气都上来,除此之外,她也受邀高雄番薯店是台当节目总监,负责编排短剧,以及主持节目,生活相当充实。 黄西田凭着搞笑又不失知性的主持风格,终于在演艺圈占有了一席地位,但她之所以能够无拘无束地闯荡,其实背后一直有个默默支持她的娇妻。 她三十九岁那年,在蓝宝石大哥听认识了在当铸唱歌手的陈镜子,两人经过深入交谈,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,但是黄西田却因为对方比自己小十五岁,而不太敢展开追求。 直到发现陈镜子的母亲是自己的超级粉丝后,才终于放胆追求,终于成功把人娶回了家。 而最让人动容的是,黄西田当时因为做录像带生意失败,身上背了五千万的债务,但陈镜子知道后却依旧不离不弃,还说,我喜欢她的老实,当时知道她欠债,但不知她欠这么多,我怕离开她,她就什么都没了。 之后两人结婚时连婚纱照都没拍,但陈镜子依旧毫不介意,只是默默陪着老公度过了人生最骆驼,最困顿的时期。 两人暗地里交往了三年,保密程度就连好友雨天都不知情,直到老婆怀孕四个月后才公布喜讯。 黄西田表示,当时没办法公开,是因为家里的收入权靠老婆一人之称,就算怀孕了遇到假摔倒的表演,还是必须硬着头皮上,很怕说了就没工作了,他们好不容易携手度过了三十年,如今感情依旧甜蜜如初,从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,他们非常珍惜彼此,让旁人看了都羡慕不已。 草地状元,主持人黄西田歌确诊瘟疫后,原定的录像计划改由女儿黄露瑶大夫出征,除了是他主持草地状元21年以来第一次情假以外,也是女儿黄露瑶首次挑大粮独自带班主持老爸的节目。 黄西田除了为女儿感到骄傲之外,还特别是训丁主,千万不能砸了这块招牌。 黄西田,一直是行脚节目,草地状元,的代名词,二十多年来走遍国内外,寻访个行业的状元,出外景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,21年以来风雨无阻,从来没有请过假,但黄西田上周末突然感到喉咙不适,确诊瘟疫,自嘲,赶上这波流行,虽然身体无大碍, 但就怕原定的外景节目开天窗,跟制作单位协调后,决定请女儿黄露瑶独挑大粮袋班主持。 黄西田也说这次确诊就像感冒一样,先有喉咙痛,但第三天就比较好了,他还说应该是主持草地状元,有常常跑户外活络筋骨,所以复原得比较快,请忠识观众不用担心。 草地状元,陪伴了黄西田二十多年的时间,如今他一路走来真的十分不容易。 其实这个节目主持人真的很不容易,因为每天得走很多的路,要用自己的双手发掘更多的民间文化。 他曾经透露过,年轻时候都是在演艺圈唱歌拍戏,从来没做过这样辛苦的任务。 一小时的节目至少要拍摄四天才能完成,而且要亲力亲卫,完全没有替身可以替换。 其实他做这个工作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体验最真实的生活模式,所以为了适应时间,团队的拍摄计划也跟着调整,所以整个团队也是非常辛苦的。 在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,是采访种凤梨的农夫,工作的时候必须在没有任何遮挡的地方干活,那个时候气温非常高,而且还要冒着被凤梨弄伤的危险。 甚至说还要去出海抓鱼,虽然这些都是农夫日常做的事情,但是从言语中就知道这样的工作内容是十分不容易的,我们看似简单的镜头,实际上都是用很多的辛酸换来的。 黄西田如此沉重的工作重担曾让黄西田无法复合,才担任主持人一个月后,他就曾谋生辞退的念头,却因为宝贝儿子的一句话让他决定继续撑下去。 那个时候,儿子学校的老师推荐小朋友去看《草地状元》,让儿子看到爸爸在镜头上的表现,但是听到爸爸不想主持的时候,表示非常的失望,因为在他的眼中,爸爸是最伟大的人。 不忍心看儿子失望的黄西田,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,没想到这么咬牙撑过去,一晃眼就是二十多年。 这些年的拍摄是相当不容易的,黄西田曾经表示他也遇到过自闭的儿童。 为了拍摄用打桌球,来吸引小朋友,而黄西田则负责对打的角色,没想到后来小朋友闹脾气,最后竟然拿球杆弄我。 但他一点都不生气,反而更能体会特殊孩童家庭的辛苦。 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,才知道这个行业的难能可贵之处,用实际行动来体会他人的辛苦,用最真诚的心来看待这个世界最朴实的面貌。 直到现在,黄西田也不后悔自己做过主持这个行业,因为在主持这个领域,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面来,并且还能保持乐观,积极向上的心态。 黄西田的长女黄露瑶曾入围第48届金钟奖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,在戏剧圈的发展也同样亮眼。 起初黄露瑶并不觉得爸爸在演艺事业的成就会对他造成压力,毕竟两人走的路线不一样,但他渐渐发现许多人对于新二代都有刻板印象,这无形的枷锁导致他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背景。 坦言,我还用昵称出去参加选秀节目,杂志选美及视镜,直到正式踏入电视圈后才转换心境,我有一位优秀的爸爸,这才是我努力的目标。 近期演艺圈发生多起猝死案件,听妈妈的话,特别邀请心脏外科陈医师与妇女档来宾黄西田、黄露瑶,一起讨论疫苗致命的心脏毛病。 陈医师提到生活作息差会造成心脏问题,让众人纷纷审视起生活习惯,小珍说,其实不止一人,医生这个职业也很伤身,每日每夜过劳工作应酬,痛时又要应付很多女朋友,大方公开过往婚姻玩笑,多乐大家。 黄露瑶提到拍戏时会紧张到时不吓咽,掉发,产生忧郁,且因为过于焦虑,即使很累也无法入眠,只能张开眼睛睡觉。 我耳朵是打开的,听得到声音,但对当下就是完全断片,什么都不记得,七十多岁的黄西田,看起来还很健康,但他自曝以前的生活作息很差,不止常超时应酬,更提到以前从不喝水,只喝咖啡行闹,因为不渴啊,干嘛喝水,众人都为他的健康捏把冷汗。 黄露瑶说现在都会严格督促爸爸,每天要喝足2000cc的水,还爆料他休假时安静得像空气,会跟沙发融为一体,一整天不出声,回家一开灯都被吓死。 黄露瑶休假时会,拜托爸爸出外走走,黄西田笑回因为已经在路行缴节目了,对户外活动根本疑心阑珊,但只要黄露西医说,爸,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食物吗? 他就会一秒切换成职业魂,精神抖操的描述口感。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如果您有什么建议和想看的内容,欢迎在下方留言,我们下期再会。